昨天有為您報導說 這台中式劍喉印刷廠 真的非常豪氣 砸了8000萬要來辦尾牙 昨天他們也在平面媒體刊登了全版廣告 將會從18號開始大規模的偵才 而且今年他們的尾牙 寄出8000萬元靠賞員工 還送名車線上了不少人 但是有員工現在也開始爆料了 說那一堆百萬名車 只讓主管級以上的人來抽 而且公司只付頭期款 後面的部分還得自己繳 所以看起來一切都是假的 都是假的 但是對於這樣的一個指控 當然他們公司也立刻澄清 說如果公司只付轎車頭期款 那麼隔天員工當然應該都跑光光了吧 所以老闆當然是絕對把整輛車送給員工 沒有必要來造假 而且的確 刊登了真材廣告之後 很多人還真的是躍躍欲失的 印刷廠員工努力工作 印出一張張產品 為公司賺進大把鈔票 這家印刷廠還在報紙登廣告 1月18號要真材百人 這起薪讓人眼睛都亮了起來 在台中嗎 對啊 可能會下去看 機會的話還是可以 因為那個獎金很誘人 來看看這家印刷廠開出來的職缺和薪資 裡面開出最高薪印刷技術員是起薪五萬元 就等同台青膠電資碩士薪水 光電話客服起薪兩萬八 就超過大學畢業生的起薪 開貨車的司機也有三萬元的薪水 出貨的工人也有兩萬二 這還不包含年終獎金以及分紅 像這位工作三年的實習主任 負責管控印刷成品有沒有瑕疵 現在的薪水就有四萬塊 我們的東西通常都是隔天交件 所以印刷然後加工一直到出貨 都是我們部門自己負責 工作時間正常是八個小時 然後忘記的時候會到大概是十一十二個小時 基本上我本身就是研究這個雲端的運算嘛 那我如果說你說整個都是在工作也不盡然 因為我很多時間是做研究方面的 就連月薪二十萬的工程師 現在在這家印刷廠也要應徵新人 台中這家印刷廠不只起薪比一般行情價還要高 老闆還每年固定大幅加薪 尾壓又有名抽可抽 一月十八號的真材活動已經引發詢問度 記者陳思源卓一茲台中報導 記者陳思源卓一茲台中